今天呢依然继续这家庭伦理主题啊 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湖南刘阳 刘阳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啊 这上经率很高 首先呢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很多地方啊 在春节的时候都放开了这个烟花燃放 大伙也都知道 最出名的烟花的产地就是刘阳啊 在年后的时候呢 刘阳又出了一个男朋友冲到女朋友家里灭人满门的这个案子 前一段时间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啊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呢 是发生在2010年 当年呢 刘阳的这起沙漆案也是轰动全国的 当时刘阳呢 有一个比较老的居民小区了 这一天呢 排水管道出了问题了 老房子嘛 这个水啊 电呢 会经常容易出故障 所以住户们呢 就请过来 维修师傅到楼顶看看吧 把这排水管道的故障 给修一下吧 上去之后呢 就发现楼顶上 有三个泡沫箱子 这三个泡沫箱子 那是要多味儿 有多味儿 要多臭 有多臭 这维修师傅也好奇啊 这什么东西 这么味儿啊 忍不住啊 就把这箱子给打开了 看看吧 就看这里边啊 都是肉 经过雨水这么一泡 哎呦 那味儿要多刺鼻子 有多刺鼻子 湖南人嘛 特别喜欢吃辣肉 做辣肉 所以师傅以为 这三箱子也是辣肉 但是师傅再一琢磨 他不对劲儿啊 一般呢 做辣肉都是下半年 基本上到了冬天 快过年的时候开始吃 当时六月份啊 做辣肉不太早了吗 到底这三箱辣肉 是谁加的呀 师傅呢 随口就问了这么一句 哎呦 这谁做的 这好几箱子辣肉 怎么就扔这儿 也不管不顾了呀 这时候有住户就说 嗨 老叶家的 这几个箱子啊 扔楼顶上 这都快两年了 哎呦 你看现在这么臭 也不知道他还要不要了 住户说的这老叶 也是老邻居了 这老叶呢 叫叶涛 说是老叶 其实这叶涛啊 岁数不大 也就三十三 他们是从父辈就开始住这儿了 老辈人称呼老叶 其实说的是叶涛的爸爸 但现在再说老叶 说的就是叶涛了 既然这辣肉在这碍事 又这么臭 你说扔吧 也不合适 所以呢 居民们就琢磨着 赶紧告诉叶涛一声吧 让他把这箱子是拿走 还是扔了让他自个处理呗 但是再联系叶涛吧 联系不上了 这边还在给这叶涛打电话 那边啊 维修师傅突然嗷喽一声 明显是受到什么惊吓了 这住户们上去赶紧问问呢 哎呦 师傅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这师傅啊 当时是前言不达后语的 惊慌失措 冷静了半天 这才告诉大伙 说好奇之下呀 就拨弄了两下这箱子里边的腊肉 结果发现了一截人的小腿骨 哎呦 这一下子把住户们也都吓坏了呀 腊肉箱子里边出现人的骨头了 那这还是腊肉吗 这是不是人肉啊 大家赶紧报警吧 警方呢 立刻赶到现场 经过技术人员 还有法医的现场勘验 这三箱一共是有九块肉啊 这九块都是属于人体残肢 并且是属于同一个人 民警也得问哪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几个箱子是谁的呀 住户们就说呀 说老叶的呀 叶涛的呀 既然是叶涛的三箱腊肉 那么这九块碎尸 跟叶涛一定逃不了关系 现在这住户找叶涛也找不上 家里边也没人 那么这叶涛到底去哪了呢 警方现在啊 首要任务就是得立刻找到叶涛 还没等警方深入调查呢 住户们又跟民警说了这么一事 哎呦 警察同志啊 要说起来 他媳妇啊 这已经两年没见着人了 失踪两年了 你说死的这个会不会是他媳妇呢 叶涛的媳妇啊 叫宋颜 居民们这么猜 当然是有道理的呀 叶涛的媳妇宋颜 失踪两年无缘无故了 大伙谁都见不着了 并且在失踪之前这两口子 那恨不得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动不动就吵架打架 整栋楼都不得安生 据这住户们说 叶涛跟他的妻子宋颜 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 这叶涛呢 三天两头的往外跑 也不知道忙活点什么 宋颜呢 是在市场里边卖菜的 说这两口子关系啊 那是要多不好 有多不好 因为吵架打架啊 街道办还过来好几回 专门给他们调解夫妻关系呢 有了这样的消息 警方更加确信 凶手就是叶涛 这叶涛也不知道逃哪儿去了 警方呢 也在全力的搜捕 结果还没等民警找着叶涛 过了不到九个小时 这叶涛啊 主动找到警察了 主动自首 他说了 你们呢 抓捕力度太大了 又是广播 又是电视 又是满大街上贴的 我连车我都不敢坐了 随后他就原原本本的 供述了这起 杀旗分尸案的经过 警方就问他呀 你为什么要杀害你的妻子宋颜呢 叶涛说了 他说我没本事 说早知道今天过成这样 当初就不该跟着我 说起来 宋颜这话说的是挺伤人的 对吧 往往这样的话 也容易引起夫妻的矛盾 但是 他也不至于抄刀子杀人吧 原来啊 这对夫妻矛盾由来已久 这叶涛跟宋颜呢 当年呢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 俩人呢 一开始也都挺满意啊 一来二去的 就谈起了恋爱 这恋爱谈了不到一年 03年的时候 就结了婚了 刚一开始 那是热恋期啊 你看我也好 我看你也对啊 但是 时间长了 必然会有矛盾 鸡毛蒜皮的小事 柴米油盐的杂事 对吧 这对夫妻也不例外 所以呢 一些个小的矛盾 也就产生了 动不动的 也就半两句嘴 吵两句架 这宋颜的性格呢 是属于那种挺活泼开朗的 但是啊 是有点小女人的那个意思啊 老是喜欢畅想未来的生活 多么多么美好 总是希望自家的生活啊 有朝一日 能恢复即贵 因为他有着这种幻想 有着这种期待 所以对丈夫叶涛的这种期望值 就越来越高 叶涛感觉越来越有压力啊 哎呦 今天感觉 咱家是不是得买个车呀 明天就得想 咱家光买车不行啊 是不是得买个宝马奔驰啊 后天就又想 咱是不是哪天也能住上别墅啊 这玩意儿啊 你对生活有期待啊 这是好的 但是你脱离了实际情况之后 那就叫幻想了 你是越想越痛苦啊 不光自己痛苦 家人都跟着痛苦啊 再来说叶涛这边吧 也不是有什么大本事的人 家庭条件呢 也不是特别好 叶涛啊 也没什么学历 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同时 叶涛的父亲啊 就街里街坊 称呼的那个老叶 对吧 还有老年痴呆症 所以你说 让叶涛今天买汽车 明天买别墅啊 后天这家伙走上人生巅峰 那不可能 叶涛呢 本身也不是个坏人 结婚以后 为了让小家庭的日子 过得更好 更幸福 就始终是玩命的 努力的工作啊 但甭管怎么努力 都达不到妻子的标准 宋言你说有错吗 也不是说完全有错 因为结婚之后啊 各种各样的开支 柴米油盐 水电煤气费啊 经常让这家的小日子呀 过得是捉襟见肘的 久而久之的 这宋言呢 就经常在叶涛面前抱怨 一开始抱怨 叶涛哄哄的 越抱怨越多 这叶涛是越听越烦 俩人一开始呢 就是半两句嘴 到后来呀 那就开始吵架了 再之后呢 就有了孩子了 各位都知道 孩子是什么 吞金兽啊 对吧 碎超级啊 有了孩子 那这家伙支出就更多了 你不得喝奶粉呢 奶粉不得要钱呢 用尿不湿 那不得花钱呢 以后再长大点 各种各样的玩具 上学的学杂费 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那了不得呀 那最终 导致叶涛杀妻 分尸的导火索 是什么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叶涛跟妻子 结婚几年之后 也有了孩子了 有了孩子 这日子过得 更加的捉襟见肘了 因为孩子的开销 围绕着这个 经济赚钱问题 俩人吵的就更多了 就在这一次一次的争吵之中 叶涛啊 不光是烦躁 他也有压力 除了老婆 孩子 还有一个患病的父亲呢 这都得用钱呢 但是他心里也委屈啊 我已经足够努力了 我想方设法的 让咱们家的日子 能好过一点 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 怎么你就看不到呢 怎么就还得不停的抱怨呢 心里边有苦 也不知道跟谁说 后来就养成了一个 借酒消愁的习惯 这一借酒消愁 那更了不得了 宋妍更生气了呀 这要家庭条件好 说今天买汽车 明天买别墅 对吧 你喝点酒就喝点呗 你哪怕喝什么 八十年的拉费 那都行啊 但现在 孩子喝奶粉都成问题了 你还好意思喝酒 叶涛这喝酒的行为 在妻子宋颜眼里 这就成了天大的罪过了 叶涛呢 在那一段时间里边啊 也找了一份工作啊 经常需要陪客户 所以叶涛喝酒 有的时候是借酒消愁 喝点闷酒 但更多的时候啊 那是得陪着客户应酬啊 人家要喝 你说你不喝啊 到了酒厂上了 对不起 我不喝 家里媳妇管的严 人谁还愿意跟你合作呀 应酬完之后回到家里 那必然是浑身的酒气呀 宋颜一闻到叶涛身上 带着酒气回家 那就气不打一处来 有时候喝的实在太多了 回去还吐得家里边到处都是啊 宋颜就更烦了 这一天呢 宋颜就骂他 你看看你 没本事 还硬冲大尾巴狼 你把你喝酒的钱省下来 能给孩子买好几罐奶粉了 挨一回骂 挨两回骂 也就那么过去了 后来挨骂次数越来越多 不喝酒的时候啊 也总听自己的妻子在那 叨叨叨叨叨叨叨啊 烦的 这心里边啊 是越听越烦 越听越气 后来这叶涛啊 在一次争吵之后啊 犯下了最不应该犯下的错误 就是动手打了宋颜 这回叶涛呢 是趁着酒劲打的 动了手了 宋颜 委屈啊 我嫁给你 你没让我过好日子 你还打我 哭着喊着 可就跑娘家住去了 好几天的时间 叶涛找他啊 也联系不上 也不管叶涛了 也不管孩子了 叶涛后悔的都不行了 带着孩子亲自到这岳父母家请罪去 叶涛一进去 跟岳父母一边说 一边可就哭了 当着孩子的面 向宋颜承认错误 并且承诺 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不过呀 他这承诺也是真没什么用啊 没过几天 又开始喝了 还是工作的事 人客户让陪着喝酒 那他怎么办呢 端起酒杯喝呗 喝完回去之后 这回宋颜更生气了呀 骂得更狠了 俩人呢 吵得也更厉害了 叶涛上一次动手打了老婆 这回啊 又动了手了 但这回有所不同的是什么 宋颜依然是哭着喊着回了娘家了 但是叶涛可没去岳父母家 再去哄妻子 求妻子 接回妻子 俩人呢 这一段时间谁也不理谁 宋颜就在娘家住着 叶涛呢 天天在自个家 该上班上班 该喝酒喝酒 过了挺长时间 这叶涛的岳父啊 还是把宋颜给送回来了 还劝他们俩呢 两口子过日子 谁家没有个吵吵闹闹的呀 吵架谁不会呀 但是过日子 钱能吵出来吗 不管怎么说 叶涛 你打人就是不对啊 你有力气 你到外边挣钱去啊 你挣上钱来 你看你老婆还敢说你吗 小颜呢 这事你也不对 天天就知道想没事 你那叫什么呀 那叫幻想 一张嘴就愿叶涛没本事 那你有本事吗 你有本事 你自己挣钱去啊 照理说岳父这话 人家是通情达理啊 不偏不倚 这两口子你要听进去 好好过日子 那不挺好吗 但是啊 这两口子的日子 算是过不好了 照理说俩人感情也没什么了呀 那离婚吧 又不愿意离婚 为什么呀 有孩子呀 你说让孩子跟谁呀 跟着妈 宋妍 没有赚钱能力 怎么养啊 跟着爹 也逃也不行啊 怎么养啊 再加上啊 双方的家庭 都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啊 不愿意走到离婚的那一步 宋妍呢 性格是比较外向的 虽然不离婚 但是受了委屈 生了气了 一定就得发泄出来 叶涛呢 也是针尖对了卖忙了 你只要骂我嘛 我就骂你 你接着骂嘛 叶涛自从动了两回手 这回啊 他这个渣男本质 也彻底显露无遗 那是必然再打回去 光是吵吵闹闹 也就算了 这时候啊 还赶上叶涛的这份工作 也丢了 没工作了 他没工资啊 没收入来源呢 那这家里边的开支 怎么办呢 全指着宋妍卖菜 挣的那点钱呢 宋妍这一下子 更生气了呀 天天就是马叶涛 当初真是我瞎了眼了 我怎么就嫁给你了呢 两个人的日子 可以说是过得鸡飞狗跳 后来出事以后啊 警方找到了宋妍写的一本日记 在日记里面就记录了啊 她的丈夫叶涛欺负她的种种事情 光是被打进医院就达到18次之多 各位 一个男的搞家暴打自己的妻子打进医院 这不严重吗 并且进医院进了18回 天哪 这也太严重 太离谱了呀 宋妍的父亲 就叶涛的岳父啊 就总是想着 让这两口子 反正尽量的缓和关系呗 所以每回自己的女儿挨了打 这岳父呢 也总是当和氏佬 也不说啊 替女儿出出气 而宋妍这边呢 别看打不过叶涛 他骂都过叶涛啊 天天骂叶涛 那也成了差余饭后的这个休闲方式了啊 这回又加一条 你啊 什么本事也没有 就知道打老婆 你是个只会打老婆的废物 这叶涛听见心里边他更难受了呀 明明没工作 自己也知道自己能力不强啊 这算是戳中自己的软肋了 这时候啊 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争吵 一次又一次的打骂之中 叶涛对妻子是越来越恨 这就动了杀机了 2010年7月26号 叶涛啊 在外边啊 又喝的鸣顶大醉 回到家之后 又跟宋妍吵了起来 借着酒劲 可就掐住了宋妍的脖子 叶涛这时候 俩眼充满了血丝啊 那是玩了命的掐呀 就是没打算让宋妍活 过了好几分钟 宋妍彻底不动了 这时候叶涛 理智也慢慢恢复了 他意识到完了 杀了人了呀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不让人抓住我 他就有了更邪恶 更残忍的念头 把妻子分尸藏匿 这时候啊 叶涛抄起来菜刀 把宋妍的尸体分成了九块 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呀 他们家住的是老居民楼啊 都是小户型 房子很小 现在多出来九大块碎尸 怎么藏啊 叶涛啊 正好看见厨房里边有盐 心里边可就有了计划了 他把碎尸 装进了三个泡沫箱 然后多次买盐啊 一共买了二百多袋盐 加起来一百多斤 然后就把这尸块给腌上了 这就伪装成了腌制的腊肉 当地呢 确实有腌腊肉的习惯 腊肉上面都是有厚厚的一层白盐 正因为如此 邻居们也没看出不对劲的地方 叶涛就把这三箱碎尸 搬到了楼顶平台上 当时是2010年7月份 这正是热时候呢 楼顶你哪怕让盐给腌上这些尸块 那他也有腐臭味啊 邻居们也奇怪 哎老爷你说七月份 你不年不节的你腌哪门子腊肉啊 但是啊 大伙也没往杀人碎尸那方面想 但过了一阵 邻居们还是感觉有点奇怪 哎 平时他们家不是吵就是打 怎么最近也没动静了呀 同时呢 最近一段时间 也没见着过宋岩 邻居们奇怪还好 宋岩的爸爸更奇怪呀 哎呦 最近怎么小岩也不回来呀 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啊 这一天呢岳父啊 就给叶涛打了个电话 就问他 小岩呢 怎么最近也一直不回来呀 啊 爸 他没回去啊 那天我们吵了一架 他不是说回娘家 回你们那了吗 听叶涛这么一说 宋岩的家人心里边担心呢 哎呀 别出什么事吧 于是宋家人跟着叶涛一块就找宋岩 叶涛假模假式的还挺热心的 他呀 印了好些个寻人启事 四处去发 四处去贴 还多次到公安局报案认识 看到他这样子 宋岩的父亲还挺满意 哎 别看夫妻俩 一直吵吵闹闹 但到真事上 小叶这孩子呀 是真有感情 人家是真在乎小颜 就这么着 叶涛啊 在每天的提心吊胆里面 过了两年的时间 最终啊 还是人家维修排水管道的那维修师傅啊 最终让这个案子水落石出 2022年3月27日 有一名河南七岁的女孩 在做核酸的时候 失踪了 一个七岁的孩子 竟然在家附近做核酸 居然会离奇的失踪了 经过警方两天的全力搜查之后 最终确定了这名女孩已经遇害 而嫌疑犯则是同村的一位 76岁的老人 这样的人间惨剧发生之后 让许多人不仅唏嘘 熟人作案 在近些年来的犯罪统计当中 几率特别的高 在11年前 四川省德阳市茶花巷内的一个小区 下水道里 就曾经发现了三具无名女尸 成了轰动一时的德阳下水道 藏尸案 2011年3月的一天 居住在四川省德阳市茶花巷11号的居民 突然就发现下水道堵住了 而且还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由于这个居民小区的隔壁就是一间茶社 平日里 茶楼的老板就把茶叶往下水道里边灌 于是居民们就找到了茶楼的老板 向他抱怨 认为这下水道被堵 就是因为那些茶叶残渣给造成的 自知理亏的茶楼老板 就花钱请来了疏通下水道的工人 帮忙把下水道给通一通 可谁知道 当工人们打开下水道的井盖的那一瞬间 每个人都吓得是大井失色 在井盖的下面赫然出现了一只腐烂的人脚 原来堵塞下水道的不是茶楼老板倒下去的茶叶残渣 而是一具尸体 虽然说疏通管道的是已经年过半百 历经过大风大浪的老师傅 但是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吓得是浑身直哆嗦 围观的居民们也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于是小区的居民马上就报了警 然而警方进行了深入的勘察之后 却发现事情远不止一具尸体这么简单 而凶手的杀人动机 更是荒谬的让人难以置信 警方接到报警以后 德阳市公安局的民警 立即对这个出现了尸体的下水道进行了挖掘 这越挖就越让所有的人感到毛骨悚然 这个下水道紧邻小区的门卫市 下面是一个化粪池 为了隔离臭味 门卫市的地面与化粪池之间有两层井盖 被发现的尸体就在中间的夹层里面 当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尸体已经是完全腐烂 经过警方两个小时的挖掘 一堆衣物和森森的白骨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当警方把白骨拼接完成以后 正好是一个人的骨架 这具尸骨的骨头呈黑色 头盖骨覆盖着一团长长的头发 盆骨处比较宽阔 经过法医鉴定 尸骨没有明显的伤痕 是一名女性 死亡的时间应该在两年以上 可让人不解的是 这个小区正好是位于德阳市的一个闹市区 门口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茶楼 这里边每天都是人流如枝 热闹非凡 怎么可能会突然的出现一具女尸呢 死者是谁 凶手又是谁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欧讲大案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 更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 通过民警的进一步侦查发现 小区下水道井盖一共有两个 除了门卫室门口有一个 在门卫室里面还有一个 乍一看 这个门卫室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总共一大一小两个房间 房间里面非常的昏暗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 墙壁上还滴着水 但是在民警的眼里 这个门卫室里有一个地方显得格外的特别 那就是门卫室里的另一个下水道井盖 居然有人用水泥给涂抹过 这用水泥涂抹过就说明这个井盖曾经被人打开 然后又给封上了 而且是准备将它永久的封上 这就极其的不符合常理 那么这个被水泥涂抹过的井盖下面会不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随后民警就想办法把这个下水道井盖给打开了 果不其然 这个井盖下面也隐藏着更加惊人的秘密 当井盖被打开的那一瞬间 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扑灭而来 又一具尸体赫然的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这仍然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剩下的还是一堆白骨 随着挖掘的深入 警方觉得这个下水道井盖下面所藏里的秘密 似乎还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些 因为他们在底部又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 五分钟以后第三具白骨也被挖掘出来 随着挖掘出来的还有一件女士的内衣 加上在门卫市门口的下水道中发现的女性尸骨 三具尸骨都被凶手放在了下水道的夹层当中 被藏尸的时候 三个受害人都几乎是一丝不挂 他们的衣服只是简单的盖在了尸骨上 经过法医对这三具尸骨进行的植骨连接推断出来 一号尸骨大约18岁 二号尸骨大约16岁 三号尸骨大约38岁 而且全都是女性 死亡的时间也都是在两年以上 一个闹市小区的小小门卫市的下水道里面 居然会藏有三具尸体 这么多年以来住在小区的居民对此竟然是一无所知 根本就毫无察觉 这想起来都令人头皮发麻 这起案件立即的就震惊了整个德阳市 这些死去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 她们因何而死 凶手又是什么人呢 警方马上对此展开了分析调查 小区门口是热闹的市区 每天行人是川流不息 如果是凶手杀人以后遗失到这里 那么肯定会有人看见 而且现场挖掘出来的尸体呈蜷缩状 没有尸江的迹象 所以没有尸江的迹象 所以门卫市很有可能是第一凶案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死去的这三个女人的死亡时间 都是在两年以上 甚至更早 但是经过警方调查 这些年周围的居民都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那么又是谁把他们无声无息的杀死在这里呢 这三个女人又是谁呢 由于案发的时间 距离现在时间太久 已经没有办法检查出来任何的血迹指纹 但是既然三个女人都死在这里 他们和这间门卫市肯定有着神秘的联系 那么这个阴森的门卫市里究竟都住个谁呢 德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察员们 把历年的从2000年到2001年 所有的门卫市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物馆人员进行了走访 了解到 这个门卫市里曾经住过网吧的网管 工地的临时建筑工 还有一个年过半百的门卫老头 然而对于他们的印象 住在这里的居民都非常的模糊 再后来这个门卫市又空闲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底还有谁住过都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就在事情陷入到困境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在警察排查的过程当中 负责失踪人员调查的这组民警 有了一个发现 中江县的一名陈姓的男子 曾经向警方报案说 他的妻子谢芳 在2006年6月份的时候 突然就失踪了 至今也没有找到 而这个谢芳 他的年龄 身高以及体态特征 都与其中的一具年龄约在38岁的尸骨 非常地相似 谢芳的丈夫说 06年的腊月23那天 他从老家回到了德阳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 发现妻子不在家 他就给妻子去了个电话 妻子说他正在买菜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到家 自从那之后 他的丈夫就再也没有等到他 一直是药无音信 很多人都认为 谢芳是因为有外心 跟别人私奔了 直到五年后 在大家已经渐渐淡忘了 谢芳失踪一事时 突然有一天 他的丈夫在醒来的时候告诉大家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谢芳已经死了 他还披着头发告诉丈夫 说他很冷 当他的丈夫把梦境告诉自己的岳母的时候 岳母长叹了一口气说 人可能不在了 对于自己妻子的失踪 他一直觉得是有蹊跷 这托梦一说 尽管很迷信 但却更让他坚信 自己的妻子肯定出事了 于是他这才报了警 警方立即来提取了谢芳父亲的生物剪裁 做了DNA的比对 很快 这个比对结果就出来了 确定了在茶花巷十一号门卫市里面 发现的第三具白骨 正是谢芳 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 一个来自中江县的38岁的女人 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德阳市的一个小区的门卫市里呢 这个时候 案发小区周边有一个居民的话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他说啊 进那个门卫市里的女人都不正经 那么谢芳来到这里做什么呢 他是来找门卫市里的什么人呢 在警方进一步的走访过程中 有一个人进入到了民警的视线 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这个人就是在此居住过 并且担任过小区门卫的赖兴发 从2003年到2008年期间 赖兴发一直在茶花巷十一号担任门卫 这个人有钱科坐过牢犯的是强奸罪 那么凶手会不会就是他呢 但是这个赖兴发已经61岁了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真的会是这三起命案的凶手吗 据民警调查 这个赖兴发老人已经离开茶花巷三年了 他也是最后一个住在门卫市里的人 当初他为什么要离开 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在民警的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事 周围有一个群众和这个赖兴发喝过酒 喝酒的时候赖兴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在这个地方 谁要是把我给惹到了 我就砍死谁 这句话让民警觉得赖兴发更加的可疑了 经过摸牌调查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赖兴发的窝藏地点 警方决定立即对他实施控制 没想到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 赖兴发一点都没有露出诧异的神情 并且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门卫市下水道的三个女人都是被他所杀 至此三具白骨剩下的两具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 一个是18岁的重庆女孩张丽 一个是16岁的云南女孩唐燕 还有38岁的四川中江人谢方 然而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但依旧有很多的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开 步入花甲之年的赖兴发 为什么会杀害这三名女子 这三名与他年龄悬殊如此之大的女人 与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就悄无声息的疯狂作案呢 六寻老汉为何行凶 祸起财色 引人深思 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大案 根据赖兴发交代 他其实不是德阳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他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了德阳 结果没过多久 就因为强奸犯罪被判刑六年 这样一来老婆自然是跟他离了婚 孩子也没有判给他 六年以后出狱 赖兴发就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他就四处的漂泊 最后在德阳市茶花巷十一号 坐起了门卫 2004年的一天 他邂逅了第一个受害者 当时只有18岁的重庆女孩张力 就居住在这个小区的 火锅店集体宿舍里 有一次张力划破了手 就找到了坐门卫的赖兴发 讨了点白酒擦拭伤口 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向赖兴发要了白酒之后 张力就走了 但是没过几天 他又回来了 这次他是向赖兴发借钱 赖兴发借了五十块钱给张力 又得知到张力没有地方住 就主动的邀请他晚上到门卫市来住 18岁的张力就这样住进了茶花巷 十一号的门卫市 和55岁的赖兴发过上了同居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几个月以后两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 张力再一次向赖兴发借钱 这次要借一千块钱 赖兴发当时没有那么多钱 也借不到 当即就拒绝了张力 然而张力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彻底的激发了赖兴发 在心中的恶念 张力说 你必须要借我一千块 少一分钱都不行 不然我就告你强奸 据赖兴发所说 当时张力吼这句话的声音比较大 他没有多想 就掐住了张力的脖子 两三分钟之后 张力就没了动静 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赖兴发 异常的冷静 因为那段时间整改下水道 在上水泥之前 赖兴发围观的时候 知道了下水道是有分层的 可以巧妙的存放尸体 随后他就把井盖给撬开 把张力的尸体扔了进去 杀害了张力之后 赖兴发依旧是若无其事的 继续住在茶华像11号的门卫室里 张力的失踪 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一年以后 也就是2005年的一天 第二个遇害者 16岁的云南女孩 唐燕出现了 这个女孩是来找人的 赖兴发就主动的问女孩 要吃点什么 还给她买了包子 就这样 认识了之后 唐燕就经常的来小区 一来二往的 唐燕也开始向赖兴发借钱 这次赖兴发又是借了50块钱 给唐燕 同时对她假意的关心起来 得知道唐燕没有地方住 又主动的邀请唐燕来门卫室住 同样的理由 无家可归的唐燕就这样住进了茶华像的门卫室里 她全然不知那几天给她买包子吃的男人 是一个大恶魔 没过多久 唐燕向赖兴发提出要求 说自己在这里没有手机 要求赖兴发拿一千块钱 给她买一个手机 就这样 两个人因此而发生了争吵 这一次唐燕说出了张力曾经说过的话 唐燕说不给钱就告你强奸 这一次赖兴发同样是没有忍住 对唐燕下了毒手 由于门卫室的下水道的空间并不大 之前赖兴发已经塞进去了一具尸体 他发现已经再塞不下了 于是赖兴发就把唐燕的尸体 塞进了门卫室里面的下水道里 而这个藏室地点离他的卧室 仅有一墙之隔 之后赖兴发继续的若无其事的 进行着自己的门卫工作 又过了一年 2006年第三个受害者 谢芳出现了 这个女人曾经把赖兴发 迷得是晕头转向 但是随后同样的剧情又发生了 谢芳向赖兴发借一千块钱 要去修房子 这次赖兴发依旧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捂住了谢芳的嘴巴 使劲地掐他的脖子 直到他弃绝身亡 死后的谢芳同样被赖兴发塞进了之前放唐燕的下水道里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居然是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而且还跟尸体一起住了几年的时间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赖兴发杀死这三个女人的原因 就是他们同样的向赖兴发借钱遭到了拒绝 用了同样一句 你不给钱 我就要告你强奸 去威胁赖兴发 赖兴发每天同三具尸体 居住在一起 说不害怕 那是骗人的 据赖兴发脚蛋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 三名女子临死之前的样子 让他心惊胆战 同时 他也知道 总有一天 尸体会被发现 而自己也是无法逃脱 三个死者的贪财 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 但是死无对证 这些事情 都是赖兴发的一面之词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大概只有赖兴发 自己知道了 然而 赖兴发杀害三名女子 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给大众 特别是独身女性 敲响了警钟 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因为对方长相老实 或者年龄差距大 就放松了警惕 赖兴发与三名受害者发生关系 无不是他利用了 身处困境的人的心理 来促成的结果 但是最后 他却不能承担 招惹这样女性的后果 而选择了杀害他们 今天老欧讲的这起案件 实在是一种藐视法律和道德的表现 到了最后 赖兴发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赖兴发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可是三名女性 却再也不能复生 老欧今天讲的这起案件 给所有的女性都敲响了警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必须要时刻的提高警惕